台南登戒疫疫情不見退銷 入夏以來,截至28日 累計已破15000例 超越高雄去年的14000多例 而在防疫重要階段又遇到颱風來襲 協大、大豪雨可能會造成積水 同時化學防止滅蚊的藥物也會衝走 都令到疫情雪上架傷 估計風災過後一周是登戒疫防止的關鍵期 台南登戒疫疫情嚴重 至今沒有吹緩的現象 因此就連中秋年假期間 防疫團隊也沒有休息 但稻捐颱風來襲 協大的豪雨可能會造成積水的狀況 還會衝走化學防止的藥物 所以一早就可以看到化學兵 持續進行化學防止的工作 就連民眾也開始動起來 針對台南登戒疫爆發 台南市長賴清德表示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和7、8月炎熱多雨的天氣有關 加上前一陣子蘇迪勒颱風的影響 亦都令到疫情至今沒有辦法徹底控制 而這次渡捐颱風來襲 賴清德呼籲市民一起投入災後支撐工作 渡捐颱風造成部分道路積水或水浸 加上部分地區目前持續降雨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也都指示相關機關 地方政府即刻進行颱風之後的資生員清除工作 尤其中央機關、拳館的空地空屋等等 務必嚴格稽查 防範登戒疫疫情繼續升軍 決定是否也有限? 對,如果有限在暴走的地道上